起來 好啦 腳放下來 我們請問你貴姓 姓吳 吳 口天吳 你是不是跟我一起來了 不是 我們第一次見面嗎 對 我們先撇開這個所有的關係 今天沒有任何的彩排跟議員過 這個直接的我們從腳來看健康 我就這麼樣簡單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在歐洲 我下個月去歐洲 光子這麼一摸要一百塊歐元 一百塊歐元台幣多少 四千 四千多塊 在日本的話 二十年前就這個價格 一萬塊的日幣 所以很便宜 我們去醫院的話至少要幾萬塊 對不對 那在這個地方這麼一摸的話 這個錢跟醫院的檢查差得太遠了 太便宜了 所以今天你賺到了 因為只有一個機會 其他的我們等一下老師在後面會跟大家做 好 誰最了解你的健康 各位能不能認同 認同 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健康 不認同 搞不清楚 因為有些人會以為是爸爸 有些人以為媽媽 有些人以為子女 其實是自己最清楚 是不是 自己知道哪裡不舒服 哪裡會怎麼樣 哪裡不能吃 哪裡那個什麼東西不能吃 哪裡什麼時候不能睡 對不對 父母不知道那麼多嘛 對不對 應該是自己 OK 那我再請問 我能不能將剛剛檢查的事情公開 公開 可以 我們要感謝她 我們鼓掌一下好嗎 好 我們要感謝她 這個 吳小姐 因為這個是私人的隱私 個人的隱私 這個不能隨便公開 或許我們台中市長競選的時候 不是僅僅有發生一個 所以我們今天要先把這個 這個法律的問題我們先理清楚 那我講出來 我一個一個從頭上解釋下來 那請你做一個公正的裁判 好不好 有的你就說有 沒有的你就不要欺騙大家說有 這個我們在這個地方是學術性的一個交流而已 所以我們從頭上下來 我們來敘述一下 第一個就是你的脖子精髓 已經有骨刺 那這個骨刺壓迫到神經 所造成的就是脖子常常會比較緊 常常覺得脖子會不舒服 那這個脖子比較緊 比較不舒服呢 也會影響到 就會影響到整個這個 我們從這裡來看 我這邊用一個書本 我們從這裡看 這邊壓迫到的話 就會影響到一個循環不良 這個頭部的循環不良 那所以會造成的 首先一個呢 就是有時候睡眠的品質比較長一點 有沒有 有 脖子會不會緊 脖子不是 是小時候開三刀打三頭 開三刀 是誰殺的 從屋頂三樓掉下來 哪有 刀子掉下來還是 開三刀掉下來 開三刀掉下來 屋頂上 哇那不得了了 後面有個大洞 哇 這個是 差不多四歲的時候 十歲的時候 那現在三十歲了 那現在三十歲了 現在是 那另外一個就會影響到兩邊的肩膀 那肩膀又飛出去又自己撞回來 又飛出去 哇 那可是兩年前的事情 然後現在 所以這兩邊的肩膀一直到手 這個地方都還不是很好 欸 好了 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已經是沒有淋巴的人 喔沒有淋巴的人 但是這個地方會不會比較緊 不會 不會了 已經沒有淋巴了 所以這個呢 是從這個 第一個是這個這個脖子的地方 所造成的這個這個問題 再來就是膝蓋 這個膝蓋也不好 這個膝蓋蹲不下去了 蹲久了都蹲不 那是 就是腳踩到爆溝裡面去 然後繞了兩圈 屁股又坐下去 為什麼那麼多 都摘多了 這麼好的一個標準的一個教材 好 再來一個呢 就是你們的甲狀腺 因為分泌的Herm稍微多了一點 所以你的個性會比較急一點 做什麼事情都會比較快一點 做什麼都很有責任感 有沒有這個情況 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那 責任感是對的 其他沒有 其他沒有 不會很急 不會 OK 好 這個是在這個甲狀腺本身的一個分泌 當然 這個去做檢測才知道 自己沒有感覺 甲狀腺本身 會有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另外一個就是鼻子的問題 鼻子本身的這個天氣變化了 冷氣一吹了 就開始鼻子不太舒服了 沒有 這個沒有 好 你自己再提問一下 因為它已經影響到喉嚨 氣管喉嚨 那現在就是 這段時間是 冷毒二脈打頭 然後那個 整個衝上來 整個衝上來 那怎麼樣的感覺 怎麼講 就是七孔膨張 然後那個這個地方往上 所以有練過氣功 沒有練過氣功 那是給老師打通的 沒有 自己在玩自己 自己在玩自己 喔 這個無私自通 另外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做谷神經 這個地方曾經也跌過 這個做谷神經的問題 從二樓到一樓 真的是多彩多姿你的生活 所以呢 這個呢 會影響到整個腳的循環不良 這個整個腳的循環不良 就是在這個做谷神經受傷 就影響到整個腳 從小 從小就是 因為我是腳 是腳不公形的很高的人 然後就是走路走不穩 常常從樓上摔到一樓 然後從樓梯 常常把樓梯 不用走樓梯直接滑下去 不得了 OK 好我想我們讓各位看到的 就是說 我從腳這麼一摸 這麼短的時間 能夠看得到身體的變化 那我們從腳這個地方 來出刺激 從這幾個反射器來按摩 同樣的可以解決了 所以我想 等一下呢 我們就在後面 我們有幾個老師 各位可以陸續的到後面 去給他們做這個體驗一下 自己也可以體驗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你 謝謝謝謝 我們請接受 最後